春眠不觉晓 处处文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千千 你在念什么 小哥叔叔 我在被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教的一首诗是和春天有关的诗哦 哦 听你这么一念的 我才发现春天的脚步真的已经近了呢 是啊 小哥叔叔 我最喜欢春天了 春天的太阳照得人暖洋洋的 好舒服哦 还有家里阳台上的花也都开得好漂亮呢 这春天一到啊 万物就复苏 大地一片惺惺向荣 所以古人也说过啊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你看连春天的夜啊 也都是这么的美丽 这样的迷人呢 你说你有一只可爱的小狗 总是满愿你不懂得照顾它 又说你有一间美丽的厨房 只可惜没有飘过凡彩香 我不哭不笑 不点头也不要偷 看着你的海像下雨一样的寥 要等你说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 但雨两我在你的心中到底有多重 你说你一有钱就花的光光 实在需要人替你惯惯张 又说你朋友总会欺负你傻 背靠聪明的伴 帮你别上当 我不哭不笑 不点头也不要偷 假装你的话还不够 让我感动 我非要听口一百个求婚的理由 谁叫你 你让我等着天等了那么久 你又说你朋友总会 听口一样 很有钱 你说你后路胸膛都满下了 靠着你保证睡得得特别香 又说你虽然平常记性不好 逃破交代的话 可就不会忘 我不哭不笑 不点头也不要偷 假装你的话还不回答 还不够让我感动 我非要听够一百个求婚的泪流 谁叫你 你让我等着天等了那么久 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要偷 看着你的还像下雨一样的流 要等你说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 两一两我在物的心中到底有多重 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要偷 假装你的话还不够 让我感动 我非要听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 谁叫你 你让我等着天等了那么久 音乐的成功在于它的动人回味 在于它的绕梁余韵 可是将一件令人尴尬的求婚心事 用音乐来诠释 乍听起来是女人的总忍不住低头偷笑 使男人的总是脸红着看着自己的另一半 赵余韵华演唱这首歌 放弃了她原有的高亢 表现的属于青春女孩的清快与开心 就歌露而言 就歌露而言是一种清新的讨喜 就曲风而言 这才像是赵余韵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imitsey 优机会 这现在更下讲 譬如同 drown 越南郎才能有个 iyi 簡直 가까 数 وب会 振扎的矛盾 祝我这样 假呀 像我这样的女人 看来善别 在 threats te bad 团爱你就�稿 像我这样 的女人 看来善别 只是自尊 比别人强一点 老天让我的感情特别丰富 有时像幸福 有时又像彩虹 我的今晚和浪漫一样严重 没人懂我 为何犯同样的错 像我这样的女人 谁等谁等 一直相信爱 只要真心就够 像我这样的女人 谁来看头 我可以用一切换一次爱的有结果 不保留 我有过 许多精彩 特别的梦 从来没有 但一个也没有完整实现过 孤独的心 总是找不到平衡 寂寞的夜 说不完挣扎的矛盾 像我这样的女人 看来善别 其实在寻找 值得坚持的永远 像我这样的女人 说难不难 只是自尊 值得坚持的永远 只是自尊 比别人强一点 老天让我的感情特别丰富 有时像幸福 有时又像灾火 我的今晚和浪漫一样严重 没人懂我 为何犯同样的错 像我这样的女人 谁懂谁懂 一直相信爱 只要真心就够 像我这样的女人 谁来看头 我看有一切 为此爱的有结果不保留 唱歌 只要� gift to you 唱歌 只要� Exerciseicion 则文采 车捋到 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姑娘有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叶子树的长影也沿不住我的情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旅到底也已经这样沉寂 姑娘有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叶子树的长影也沿不住我的钟情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旅到底也已经这样沉寂 姑娘有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紫薇小姐的歌非常的多 她以中庸和晚的歌声渐长 正如她自己说的 我不但用歌声高唱我的理想 更让他们一一的实现 也正因为她的歌声中的中庸和晚 才能够和中国子民的心灵相迁系 使国语歌坛在上海发源到香港 发光之后呢 又在台湾仍然有所遗存 紫薇小姐正是台湾国语歌坛的拓荒者 桥花开放在春天 一见桃花香从前 好像晴朗它又回到 它又回到我身边 唱一曲小桃红红上了我的脸 小桃红唱一遍呀 是我想起从前 桂花开放在秋天 一见桂花香从前 好像晴朗它又回到 它又回到我身边 喝一杯桂花酒 红上了我的脸 桂花酒喝一杯呀 是我想起从前 梅花开放在冬天 一见梅花香从前 好像晴朗它又回到 它又回到我身边 画一幅上了我的脸 画一幅上美图 我是那画中鞋 上美图画一幅呀 使我想起从前 好像晴朗它又回到我身边 是引导温和有礼的人 指向仁慈与正义之路 另一则 则是怀有迫害性的人们 带进极端残忍之路 为所欲为的人是可怕的 但更令人担心的是 他们通常都自以为是